世界历史对黄金的追求是西方最大发现的利益动因 由500年左右 欧洲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展 货币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 坊间贵族用货币购买奢侈品 农民也用货币交换地主 商人和手工工厂也需要更多的货币 以便扩大经营 而黄金是最贵重的交换手段 有了他就有了一切 人人都渴望黄金 哥伦布对黄金的着迷 他曾说过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 黄金是财富 所以占有了黄金 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 同时也就能取得灵魂 从另一种拯救出来 并不是灵魂冲向天堂的手段 而马可波罗在欧洲的流行 欧洲人把东方 特别是中国 我看中处 我看中处